本文出自知识旧生力量杂志,六月刊和学位置栏目。 你知道吗?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可充电的水机芯电池。 不仅容量大,寿命长,而且更安全, 有望成为目前广泛使用的锂电池的理想替代品。 今天,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种新型电池。 水机芯电池有啥特点? 美国研究人员指出,新电池是一种安全, 且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电池, 但能量密度低,寿命短,因而并不完美。 新型水机芯电池,则克服了传统新电池的这些缺点, 不仅大大提高了电池的能量密度, 而且电池寿命也延长了许多。 而与理电池相比,水机芯电池不仅刻在能量密度方面, 与其一较高下,而且安全的多, 不会有爆炸或引发火灾的风险。 研究人员对新型水机芯电池的商业化前景充满信心, 他们表示,新型电池最终不仅可用于消费电子产品, 成为与电池的有力竞争者, 还可在太空、深海等极端环境下使用。 在航空豪天、深海探测, 以及军事领域都有任务之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